Bio,你要点赞,你要投币,好不好? Bio! Bio,你为什么拍着我怎么活?Bio! 如果说要去掌控机位啊,先要对机位进行一个初步的拆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专业化、细致化的去理解机位呢? 应该这样理解它 它应该是相机与模特的三维位置 那么哪三维位置呢? 我现在给你们分离出来,你们记一下 第一个是机位高度 第二个是机位角度 第三个是机位距离 也就是说我们掌控机位其实是在这三个维度当中去玩 所以高度怎么掌控,角度怎么掌控 先来看第一个,所谓机位掌控高度是什么意思 这时候我们相机从高到低,从低到高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在掌控机位高度的过程 那接下来我们又讲到掌控机位角度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拍照过程当中 经常拿着相机围着模特绕一圈去拍 那这个过程我们是在干嘛? 不就是在掌控机位角度吗? 对吧? 那第三个掌控机位距离是什么意思? 诶,你看一下 我今天拿着相机,我想怼近一点 那么有的同学呢,他也不会离得这么近 他有点色恐,他就退得远一点 还有一些同学呢,我就喜欢拍远景 那么不管你的取景范围如何变化 那么在这里边,你去拍的过程当中 相机跟模特之间的距离都会发生变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掌控机位怎么去玩 主要就是从这三大维度当中去玩 初步拆分就已经拆分完了 关于高度角度距离 我们还可以再进行具体的拆分 当你在掌控机位高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从三个板块左手去玩 第一个,当你的相机跟拍摄主体高度一致的时候 一般我们会称为平视机位拍摄 当你的相机高于拍摄主体的时候 一般我们会称为高机位拍摄 相机低于拍摄主体的时候 一般我们又会把它称为低机位拍摄 那么玩角度可以怎么玩呢? 其实也可以锋利出三大板块 第一个,正面角度 拍侧面角度 侧面拍艳烦了 你说我眼不见心不凡 我要拍背面了 所以在这里边 玩高度,玩角度 我们都可以再去进行细分 然而细分出来的不同机位 它都是有它不同的使用逻辑和使用方向的 那接下来还有距离 如果我们要去细分距离的话 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很多人认为的距离就是说 相机距离模特几米远 当你距离模特不同的距离位置的时候 那么其实你拍到的画面 它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调整距离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要考虑相机跟模特之间距离几米远的问题 我们还要再考虑相机镜头焦距的问题 所以通常我们拆分距离啊 是以不同的取景范团为为评判标准 取景范围呢 我给大家五个字就行了 第一个是远 第二个是拳 第三个是中 第四个是近 第五个是特 远全中近特什么意思 给你们看一看啊 整个画面呢 它是由景物为主导 人物在画面的占比比较的小 那像这样的一个远景拍摄在摄影或者电影当中 通常是用来当做定场镜头交代事发场景的 这就是远景远景远景 知道吧 那远景再往后呢 就是拳 拳呢 就是全景 那全景在这里边 它的取景范围是怎样的呢 很多人他分不清楚全景跟远景的区别 其实它是这样的啊 一般在拍摄全景的时候呢 人物的头部 它会接近近镜框的顶部 人物的脚部呢 则接近镜框的底部 整个画面 人物占比比较的大 景物在画面的占比是比较小的 像这样的拍摄 我们就会把它叫做全景的拍摄 全景一般是用来表现人物肢体语言的 全景再往后就是中景 中景是我们摄影当中最常用的一种取景范围 它的取景范围是指拍到人物的膝盖以上 以及胸部以下 通常用来做交流对话镜头 那中景再往后就是近景 近景的拍摄范围 它是指拍到模特的胸部以上 以及肩部以下 那么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拍摄呢 非常适合用于拍摄一些人物肖像 近景再往后呢 就是特写 特写的拍摄就非常神奇了 因为它怼得非常近 在这里面拍特写的时候 一般拍到的是人物的肩部以上 以及面部的一些细节特征 它主要是用来增加事物重要性 暗示其紧张意义的 它的用法以及它的拍摄取景范围 它都不一样 懂这个意思了吧 好 机位大框架有了之后 要开始训练了呀 你得知道这个机位怎么拍更好 这些机位怎么组合搭配拍会更好呀 对不对 好 我们呢 讲机位 第一步 先知道这三大机位如何标准化掌控 我先说平时机位的拍摄掌控啊 其实很多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就是相机持平于人眼拍摄 但是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真正的平时机位拍摄它是应该先看你的取景框 看你的取景框的中心对焦点对到的是哪里 中心对焦点对到哪里 那么我们今天平时机位拍照的参照点就在哪里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拍人的上半身 我用标准平时机位拍 那么我怎么去找到标准平时机位相机所放的位置呢 你应该先看你的相机取景框 看你相机取景框的中心对焦点对到的是哪里 如果刚好中心对焦点对到的是鼻子上 那么这个中心对焦点就相当于是你整张照片最中央的一个地方 那么找到这个参照点之后 标准平时机位拍摄就是我们相机要保持跟参照点的高度 一致高度一致之后 我们相机往上仰拍不行 往下辅拍不行 我们的相机得完全持平这个参照点进行拍摄 这才是标准平时机位的掌控 那你像刚才我有说过很多人在自学过程当中 他的理解是很容易出现偏差的 你像很多人以为的平时机位就是持平于人眼拍 那比如说我今天只拍人的脚 我不拍人的脸 那么我能不能用平时机位拍人的脚呢 当然也可以了 但是此时此刻你的相机还是持平于人眼拍摄 那能拍吗 那肯定不能啊 那么按照我们正确的逻辑 是不是先看取景框 看中心对焦点对到哪里 如果中心对焦点对到的是脚趾头上 那么我们相机应该放在哪儿 才算是标准平时机位拍摄呀 首先是不是要跟这个参照点保持相同高度 那我相机得怎么样 得降下来呀 放到脚底板前方呀 那我相机往上仰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呀 那我相机是不是得往前持平 这样拍才算是标准平时机位拍摄呀 还有很多同学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他会认为 老师我把相机放到地面上就是低机位拍摄 那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标准平时机位拍摄呀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东西你一定要理解 那么平时机位怎么拍 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 他应该是相机与相机取景框中的中心对焦点 持平对焦点是一个参照点 持平是平时机位要做的一个必然动作 所以接下来各位既然知道怎么样标准化掌控了 那么在实际拿着相机平时机位拍摄的时候 我们所得到的画面效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来看片子 你会发现其实绝大部分人用平时机位拍出来 就是没有任何的视觉和冲击力的 但是呢 你又会发现 哎呀 很多大师啊 他是非常非常热爱以及喜爱使用平时机位拍的 到底怎样做才能利用平时机位拍出那些大师所拍的视觉效果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东西都是一体两面的 那么我们做事情是不是要学会趋力必快扬长必短呢 那我们今天把优势找出来把优势扬长 劣势找出来把劣势规避 这是一个学习思路 那么现在你要找平时机位的优势 那你就跟着吴吴老师一起来观察一下平时机位拍的片子 你觉得这种效果有什么优势没有 那么你对比一下通过高机位低机位平时机位拍摄同一个妹子 你来看一看他所拍的视觉效果有什么不同 从而找到平时机位的优势 你比如说你来看一下模特的五官比例 首先先看低机位所拍的模特五官比例 这个角度一拍 妹子鼻孔大下巴大脸大提醒更大 脸拍大了 那么你再换一个高机位看 你再看一下模特的五官比例 你会发现这个下巴变尖了 五官变立体了 眼睛变大了 那妹子爱的不行 但是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哦高机位低机位所拍到的画面视觉效果 五官比例啊 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不太像他本人 那你反回来再看平时机位 你就会发现平时机位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 就是他所记录的人年五官比例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就说明平时机位所拍到的画面 跟我们人眼所看到的画面是非常契合的 是不是 那么最终就下了一个结论 平时机位他所拍到的片子相比高机位 低机位来说 他更具一定的真实感 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在这里面第一个优势是什么 平时机位具有一定的真实感呀 这个优势可以发挥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每一个人都拍过的这种题材 证件照 那证件照拍摄他的目的就是记录我们本人最真实的一个五官比例嘛 证件照 形象照 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比较严肃的拍摄题材 所以呢 通常情况下就会用到平时机位 那么除了咱们的刚才看到的这个形象照 还有什么呢 还有比如说名人肖像 所以在这里边 这一些题材它是需要有一定的严谨度的 那么还有呢 我们人文计时 人文计时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就是真实感嘛 所以你看很多人文计时的照片 绝大部分人家都是采用平时机位拍的 你有没有发现真正的机位使用 在你去拍摄过程当中 其实不同机位它的拍摄题材 甚至都是不同的 那么在这里边呢 平时机位第一个优势如何扬长 我们讲完了 紧接着各位搞它的第二个优势 这张照片也是一张人文计时的作品 你会发现这种作品拍的那是相当好啊 而让大家一眼万年 像这种片子的话呢 其实啊 它做到了四个字 叫做传情达意 那么它如何去做到的传情达意呢 你不妨在生活当中去提取一些灵感 你们知道吗 在生活当中啊 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有些人啊 你觉得他高你一等 社会地位比你高 比如说一些英雄 一些国家领导人 你觉得你会仰视他 习惯性的 有一些人呢 你可能会俯视他 所以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但是呢 在我们的整个拍摄当中 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你仰视 有些人你俯视 但是像你的亲同好友 跟你在相同社会阶层的人 你会很容易平视他 那平视他的同时 你会更加的理解他 你想让你的被设者快速地将他的情绪传递给你的观者 那么以什么样的一个视角去表现更好呢 当然是平视的视角 并且呢 咱们平视机位直接拍摄呀 往往呢 也能更加突出被设者的人物情绪一些 那我想请问 真正突出人物情绪 你应该抓住的核心和重点是什么 在这里边 你认为突出人物情绪的核心是眼神情绪的 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突出人物情绪要抓住的核心啊 并不仅仅是平视机位啊 还有什么呢 眼神表情 对不对 那么现在你看一下这个眼神表情表达的好不好呢 表情眼神好不好呢 挺好的 但是他突出人物情绪了吗 没有啊 为什么没有呢 你看一下整个画面 你会发现 哎 这草地有点好看 这个垃圾桶有点好看 这个酒汁有点好看 这妹子身材不错 哎 这妹子的衣服有点好看 最终你有没有会发现 你的关注点就不在人家的表情眼神上 所以有什么用呢 那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个情绪其实并不突出的呢 就是你所拍到的画面不够近 点盘子在画面的占比不够大 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其实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我们玩机位 考虑机位的问题 是从三大维度当中去进行掌控的 我们刚才思考的维度 只是单现成的去思考了 平视机位这一维度 是与不是 那么当你真正要去突出人物情绪 你不着急管你的眼神和表情的 你一定是先把你的机位位置 进一步的定位好的 所以你平视机位掌控好了 那么你的远景拍摄 全景中景拍摄 我问一下 连脸都看不到 你让你的模特在那里削 你让你的模特在那里哭 你让你的模特眼神很好 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你要突出人物情绪 真正要关注的核心 突出人物情绪的特点 是拍镜子 的重点是拍镜子 拍特写 那么我给你们看一些片子 为什么人家突出人物情绪 真的就是只是拍了 平视机位眼神很好没了吗 而是平视机位拍摄的过程当中 拍了静静特写 平视机位拍摄的过程当中 拍了静静特写 像一些国家地理的片子 对吧 时尚杂志封面的片子 名人肖像的片子 这些情绪为什么很突出 为什么很到位 不就是拍了静静和特写 所以我经常说很多 特写思考问题 为什么太单线 是因为你觉得太碎片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第二的 所以你至少学习的过程 要有一个循序渐进 12345678910 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 不断养成 这样的一个体系的过程 而不是瞎玩的 对吧 是欠缺太多的话 你会发现你越学越难 越学越难搞 好 那么在这里边优势扬长 已经给你们说到了 挺接着呢 劣势规避 平视机位有什么劣势 我之前带过一个同学 他说平视机位我不乐意拍 我不喜欢用 因为他拍出来的效果 平平无奇 你就去把导致平视机位 拍摄平平无奇的音速 给他揪出来 你把这些音速规避掉就行了 今天我们别的音速先不思考 我们呢只关注取景范围 我们分别一个一个的来看 平视机位结合远景 全景中景 所拍到的视觉效果 好不好 是吧 我们一个一个的去评判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说好的作品 能做到传情达意的作品 都能称为是好的作品 那么你平视机位拍远景 你想做到传情达意 首先你的人物模特 表情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 传情达意啊 他不能通过模特的情绪去传达 那么他通过什么去传达呢 能够传情达意的片子 他绝大部分呢 也是要通过良好的光影关系 和色彩关系 给你融合而来这样的一个情绪 所以当你要去拍一个远景 你把想把一个远景拍好 首先你要考虑的是 我对光影的塑造啊 对色彩的塑造 能不能塑造到位 如果我这个基础条件好 那我就用平视机位拍远景 如果我这个基础条件不好 我就不拍呗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平视机位拍全景 行不行呢 接下来的话呢 到底可不可以 你立刻马上一目了然 这是平视机位拍的 这是低机位拍的 选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啊 那都是全景啊 你会发现这种五五分的 身形比例啊 人家妹子一看啊 你把我拍成小展示 用37分的身形比例啊 非常符合大众审美 所以呀 我们一般拍全景 稍微有点一时的摄影师 他都会降低机位 从低往上仰拍 这样去修饰人体的身形比例 所以在这里边 还用平视机位拍全景吗 不拍了 规避掉我不拍了 我换低机位拍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中景呢 平视机位拍中景行不行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平视机位拍摄的 一张中景的照片 你会发现拍中景的时候 人物在画面的占比 它会比较的大一点 那此时 你有没有经常听 在拍照的时候 别人说啊 上镜胖三分 为什么 是因为是这样的啊 我们两眼睛 看这个世界两孔成像 两孔成像去看这个人的时候 一般都会秀一点 那如果说你是用相机拍 相机是单孔成像 所以你去看这个画面 这个人的时候 它会拍的圆满一些 那你相机平视机位拍 离得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人就会容易显胖了 此时呢 当然会不太好看 那么如果说 你同样是拍中景 中景 你不用咱们的平视机位拍 你直接换一个高机位拍 自觉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 你看这个妹子的脸 是不是变尖了 五官变立体了 眼睛放大个十倍八倍了 那么下次 让你用平视机位拍中景 你还拍吗 不拍了 我换个高机位那不行吗 是不是要学会变通 走了这个思路之后 如果今天让你们端着相机 去拍这样的照片 你心里有数了没有 那么我要给你们泼一盆冷水 我刚才所教你们的知识 只能保证你们拍正常网上 但是不能保证你们拍出感觉 那么在这里面 如果玩平视机位 如果要玩到高手级别 我们平视机位的玩法 是要有进一步拔高的过程的 我们应该怎样去拔高呢 首先你要去建立起 你自己的一个工匠精神 不断的去精益求精 你比如说 现在你仔细认认真正的看一下 这两张照片 是不是我刚才说的 标准平视机位拍照 是相机与相机取景框的 中心对焦点完全持平 你看它完全持平了没有 你们有没有发现 虽然是平视机位拍的 但是它玩了一些小阴招 对吧 就拍的时候呢 其实当时为了去表现 这个小孩 他那种古灵精怪的表情 情绪状态 因为我们相机呢 是适当的抬高了一些 往下俯拍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他相机并不是 非常完全持平的去拍 对不对 你看小孩的眼神 都在往上瞟的 你看一下 对吧 这样去玩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张 这张更明显了 这老人有一种 俯视着我们 关爱着我们的感觉 那为了把这样的一个眼神 把这样的一个状态 给传递给观着 我们呢 就直接顺势而下 把相机降下来 往上俯拍了 你看 这样来玩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有一种片子呀 他这个机位 没有说完全持平去拍的 如果你还在 完全持平去拍 那你拍出来的 不就跟真剑造一样 非常的呆板和僵硬了吗 没有任何的情绪 不要表达了吗 对不对 所以此刻你的 平时机位 你要去玩 那么我们学一下 一些大师的玩法 一会儿 咱们也稍高拍拍 稍低去拍拍 把这种人物情绪 状态给他拉满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我给你们分享一个花式 其实吴老师以前 我跟你们一样 所以我当时学到了 稍高稍低这样的概念 我拿相机数据拍 我就说 这高到哪 这低到哪 我太高不就高机位 太低不就低机位了吗 那我到底保持在 什么样的一个半途之内 才算是属于 平时机位的拍摄的呢 所以此刻 我会给你数据画 给你搞新 像你端着相机去做 你去看 你就非常的明确了 知道吗 所以那高到哪低到哪 你来看吴老师演示 标准平时机位拍摄是怎样的 它首先是跟中心对焦点完全持平 但我们刚才说 为了强调人物的表情情绪 让片子能够传情答意 我们相机可以抬高或降低 抬高多少 降低多少 经过多次的数据测试 我们发现 相机如果你要抬高 要抓住平时机位的优势 抬高只能抬高15度往下辅拍 你降低也只能降低15度往上仰拍 那么相机在整个拍摄可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可变化范围仅仅就只有这30度的范围之内 如果你抬得太高 那么就会变成高机位的视觉观感 你降得太低就会变成低机位的视觉观感 记住高15度 低15度 明白了没有 这个概念你知道怎么运用吗 怎么用 可以用在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叫做强化 这是我们摄影者拍照必备的一个思维 什么叫做强化呢 因为拍照总有人在不同的阶层 平时拍照大家同样用的手法都差不多 就看谁能够有这种强化思维 把自己的片子强化的更加的漂亮 那么除了强化呢 在我们拍摄过程当中必须也要具备一个思维 就是规避思维 因为当你的机位高低变化都是可以帮你规避掉一些杂乱的丑陋的视觉要素的 视觉 视觉 不叫视觉要素 叫视觉什么呢 所以你一般拍照是要具备这两大思维去拍 那么先说第一个 在摄影当中哪些环节可以进行强化呢 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拍摄拍摄风格 通常情况下它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这个日系小清新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甜美风对吧欧美风 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用平时机位拍一个甜美风 你想把你那种甜美风强化的更到位 你就可以去思考 我在这里选择选择一个高15度去强化 还是低15度去强化 如果说用平时机位去强化甜美风 那么我想请问在这里边 选什么 管你选高选低呢 我才不管 我只问你一句话 为什么 凭什么 对吧 你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你的逻辑推演过程是什么 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知其然 知其拙然的过程 如果你没有 那你不就瞎猜的吗 甜美是什么 甜美是一种视觉感受 所以你此刻你在强化的是什么 强化的是甜美的视觉感受 那么甜美的视觉感受 从何而来 我刚才有跟你们说过 艺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 那么在生活当中你要明白 人与人之间在交流过程当中 其实是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的 那么我们就来感受 感受 能感受到吗 人与人之间在交流过程当中 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 那姚明看曾志伟什么视觉感受呀 有点小巧可爱哦 对吧 那曾志伟看姚明什么视觉感受 有点高大威猛哦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边你理解何为视觉感受了吗 你理解了之后 我们这些意识 是不是可以带入到摄影机位运用里边 你比如说为什么在一些电影里面拍摄 你拍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谈恋爱 那这男孩子一般要高一点 女孩子要矮一点 为什么 一般拍女孩子的时候 都会通过一个男孩子 视角过肩镜头 从高往下拍 对不对 那么当你自己去拍同样是拍这个妹子 同样平时机会拍 你知道才高一点点去表现这种女孩子的前美 那你的片子的这种视觉表达跟别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懂这个意思吧 怎么别人拍的还是镇间照一般的 你拍出来就是一个可爱可可爱的前美女孩 所以前美风选什么 选高呗 能理解了吧 那么根据我刚才给你们讲的视觉感受的强化 请问欧美风买高买低 欧美风什么感觉 高冷的感觉 什么样的人会给你有距离感 对呀 全低呀 对不对 你看 为什么有一些欧美风的片子 他就 他就总喜欢偏低去拍 像这种片子 总觉得让你有一种 他再高高再上的感觉 你在仰慈他的感觉 对 像为什么一些时尚杂志总是这么拍的 那是因为 视觉感受的原因嘛 那么其实啊 在这里边我跟他说一下 刚才我跟你们说的这个视觉感受 它是来源于摄影里边的一个非常大的体系 叫做镜头语言 你们听说镜头语言这个概念够没有 那何为镜头语言 我可以用我的语言表达 表达我爱你 但是如果说你通过照片 能不能有语言表达呢 能的 你看你看电视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 感动的痛哭流涕 那真的是人家演员演得很好吗 带入这样的一个情绪给你的 不仅仅是你的 看到的演员 还有他背后的神推手 他的导演 为什么 在一些电影里边 你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很紧张 因为导演在后面导鬼啊 他给你搞了一个 抽盔四角通过一个门缝 触个门缝去看 里边的人在做坏事 你说你紧不紧张 然后如果说 今天他要让你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一开始给你一个大场景 让你觉得平平静静的 突然给你一个大特写 冒出一个鬼念出来 你是不是被吓一跳 那么这些是不是镜头语言 所以我们在使用机位 掌控机位的时候 这些镜头语言的运用 真的你有条件的同学 你要找个招手去带带你 把你的思维提上来 以后你想实现这个感觉 这个味道 这个的效果 其实都是有剧上的手法的 不是在评感觉的 那么在这里边 被拍摄风格 我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紧接着我给你们讲人物情绪 因为你拍摄风格里边 不管你拍什么风格 它都是有人 是吧 那有人就会有情绪 那好的作品 就一定是传情达意的 对不对 那么你要把这个人物情绪 强化的更好 你的片子就更能做到 传情达意了 是与不是 那么人物情绪 它是很多的 各种各样喜怒哀乐 各式各样 那么在这里边 如果我们今天拍一个 比如说拍一个开 怀大笑的 在座的各位 买高买低 其实在这里边 我要给你们强调一个 就思考问题 我们要学会多维度思考 一千个人眼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思考的开怀大笑 有的人思考的是小孩的 有的人思考的是老人的 有的人思考的是坏人的 有的人思考的是好人的 你所思考的状态 人物 它不同 人物群体它不同 所以你得到的答案 它是不同的 所以当你在思考 开怀大笑的时候 下次你去拍 你先搞清楚你拍的人物群体 是什么 记住了没有 我刚才跟你们说了一个词 叫做多维度思考 那么其实学摄影 你不光是一头扎在摄影里面去学 在摄影里面去学习的时候 你的思考能力的不要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要拍开怀大笑 那你要先定位清楚 你拍的是啥 那如果是拍小孩的话 那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 小孩他开怀大笑 一般都是天真浪漫活泼可爱的吧 那么在谁的眼里 小孩是天真浪漫活泼可爱的呀 难道是他同龄人吗 当然不是了 对吧 小孩他一般是家长的视角 家长的视角呢 他一般是偏高 才会去体现小孩开怀大笑 活泼可爱的这种视觉感受 对不对 那么其实吴老师呢 也用过这样的一些手法 去拍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五六年前拍的片子了 当然这个片子的话呢 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视角 去进行拍摄的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视角去拍呢 它是很容易让观者产生共鸣的 知道吗 所以显高 产生一定的共鸣 OK 你说老师 我今天非得用家长视角拍吗 我一定就得高吗 我能不能以一个宠物视角拍 我能不能以花花草草的视角拍 可不可以 我给你们吃一颗定心丸 其实啊 摄影 有法 但无定法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啊 其实你现在跟我学的知识 我是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框架之上 带你去思考 带你去分析 带你去总结 让你在正确的框架上 在摄影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但是摄影 我们说 它不是一个机器 让你拧螺丝 一定要这么去拧 它是可以发挥你无限想象空间的一个东西 它是可以去实现你头脑风暴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正确的思考逻辑之上 在未来 你是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想法 在正确的逻辑上去发挥你自己的想象 去实现你想要的视觉观感 那么其实在这里边 我们会发现 如果在拍照过程当中 你运用了镜头语言 你运用了这些方式 那么最终呢 你去拍摄 你就会变得很轻松 那些感觉它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 它是可以用我们这样的一些方法 用具象的手法 确实的落地在你的照片当中的 明白了吗 所以摄影就是这样的 客观的美就存在那里 然而我们要通过摄影的光影 色彩 影调空间 机位等等 去实现主观的更有力的视觉美感 OK 那么在这里讲镜头语言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接下来呢 我不会给大家讲 离你们太远的东西了 给你们讲在座的每一位都会遇到的问题 你们拍照 是不是都喜欢拍人像啊 那我想请问人像三要素是什么 把答案打在公平当中 其实啊 不就是要摸它好看吗 你人物无关不好看 那你这个照片啊 可能也不太好看了 为什么那么多妹子喜欢花钱请摄影师 为什么现在约拍那么火 因为确确实实有一些摄影师 他拍照就是能够把你不太好看的五官 给你拍好看咯 那今天你们能不能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呢 必然呢 因为啊 是第二的 我有一个想法 你们听一下 我想啊 去把这个摩托五官 人物五官 不好看的部分 给他通过机会的变化 给他规避掉 然后往好看的方向进行 靠拢 可不可以 能不能这么玩 啊 但是前提是 你对好看 心里有没有数 很多同学啊 没有数 不是凤姐 那样就行 啊 是吧 28分次联 啊 也不对 无关专政 也不对 都不对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讲的东西是虚的 你压根就不知道怎么去实现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标准 一个人的正联 无关比例好不好看 是可以通过三庭 五眼 去进行评判的 而不是一张嘴 不白貌美 大长腿 是吧 所谓三庭 五眼 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正联 五官比例 是否标准的一个关键因素 那么三庭跟五眼是分开的 三庭是把人的发际线到眉骨的部分 分为一个部分 眉骨到下巴的部分 分为一个部分 啊 眉骨到鼻尖的部分 分为一个部分 鼻尖到下巴的部分 分为一个部分 一共三个部分 那么上面叫上庭 中间叫中庭 下面叫下庭 它是这样分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的脸长比例是标准的 它的三庭长度 它一定是相等的 你可以拿尺子去量一下 那么接下来还有五眼 何为五眼 五眼是评判一个人的脸宽比例 是否标准的关键因素 脸宽是将人的太阳血 到咱们的这个外眼角 再到内眼角 内眼角 再到内眼角 内眼角再到外眼角 外眼角再到太阳血的部分 一共划分出五个部分来 这五个部分的宽度呢 都是相等的 并且呢 通常都是等于一只眼睛的宽度 知道吧 那么在这里面也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长相这样的 他可能啊 眼睛去长得有点宽了 所以感觉五官有点的分散 有的人他是把眼睛搞得有点大了 所以感觉眼睛太大了 五官有点往外破 有的人他又是长得太聚拢了 所以脸宽比例不是很好 这就是三庭五眼 那三庭五眼了解了之后 都学会了之后 来学以致用考个试呗 这个面相哪里有问题 你看学个生意面相都给你教了 以后你就是一个看面相的好手 对吧 以后你就是看面相的好手 好不好玩 这里 在这这个部分 眼尖距太宽 三庭没有问题 三庭长度是相等的 只是说呢 咱们呢 看到他的这个眼尖距啊 就是这儿他太宽了 对不对 这儿太宽了 诶 那如果作为一个摄影者 我们怎么解决呢 请问选哪一个机会 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是拍侧面啦 对吧 所以在这里边 你看 正面不好看 咱拍侧面呗 你拍了侧面 还看到什么眼尖距问题吗 看不到了 对吧 OK 我再来给你们 来一个重分期 那五五老师额头高 你用平视机位 给五五老师拍一张照片 请问买高还是买低 选低啊 对不对 你选高的 这五五老师直接丑的 不能见人了 这个叫额头高 你再这样拍 我上屏更长了 直接完蛋 对不对 所以啊 你遇到五五老师这种情况 你就像机这样低一点拍 才能解决 我的三庭不标准的问题 然后呢 各位 你会发现 明年你又会遇到眼睛比较小的 你想把眼睛拍大 你会遇到有双下巴的各式各样的 这些问题 你怎么解决 其实啊 你要解决这些问题 它是有一个底层逻辑 可以快速帮你打通的 就你把这个底层逻辑一打通 管你什么眼睛小嘴巴大的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见 一个方法 包治百病 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打通 就能知道怎么拍呢 首先啊 你要知道 我们用相机拍照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在 什么原理呢 你看我相机现在抬高 离我们的人额头最近 现在额头拍出来的视觉效果 是有点大的 那么我现在相机降低 相机离人的额头远 现在额头它缩小了 这是什么原理 什么原理 你额头近额头变大 你额头远额头变小 什么原理 近大远小嘛 是不是 我们拍照都会产生一定的透视关系 透视关系呈现体现在什么地方的 体现在你拍到的 近的物体会显大 你远的物体会显小 是不是 无论你什么镜头 什么相机拍照 都是遵循这样的一个原理的 所以当你知道 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画面是会产生近大远小的 那么一切都好办了 你比如说 我们今天拍一妹子 这妹子眼睛有点小 那你就思考一下 妹子的眼睛在哪个部分 在上半部分呢 那我想把眼睛拍大 我相机应该放上面还下面呀 那当然放上面高15度拍呀 这样的眼睛更大呀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 这个模特嘴巴有点大了 那嘴巴在人脸的哪个部分 在下半部分 那么你想把嘴巴去给它进行拍 小喽 那怎么办 嘴巴在下面部分 你相机离它远 眼才高相机去拍呀 懂我这个意思了没有 所以在这里面 当你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原理了 最后是不是包之百病 那下次模特五官比你哪里有问题 你自己去调不就好了吗 咱们今天你看 关于平视机位的整个学习 你看很细节的 甚至有时候你花钱 都不一定学得到的 像这种一通百通的原理 是不是 像这个整个机位拍摄的逻辑框架 你们学到了没有 那么今天呢 咱们讲平视机位的相关知识内容 暂时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你看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